每一次都是其實 除了第一次印象表現 第一次的時候確實很緊張 那接下來感覺都還好 即將迎來人生第六次的奧運勝世 中華足球名將莊志淵 從2004年雅典奧運開始 就不斷征戰國際賽事 本屆巴黎奧運 桌球教父將參加團體賽 繼續為國爭光 其實一直都在做調整 然後把自己不好的地方 看怎麼再把它做得更好 因為自己的缺點 自己隨著年紀 然後這麼長的時間 只是越來越清楚 覺得自己大賽的時候 可能剛好那幾次 包括去年的亞警 然後亞運 然後包括這次的事情 可能那個狀態剛好都有達到自己想要的 雖然吳猿連續六屆出賽奧運男子單打 但莊志淵仍舊繼續拼戰團體賽 奧運生涯最好成績 車載2012年倫敦 當年他一路殺進到四強 最後拿下第四名 莊志淵表示 本屆奧運將會是選手生涯的最後義務 未來若可以再來奧運 可能會以不同的身分參加 他就是小時候就在我球館那邊長大 就自己的小孩子 那也不會想太多 那誰打誰 就是去打這個位置 我覺得其實對我來講是一樣的 場上知道我的時候 當然是一個前輩一個教練吧 那場下的時候 感覺有時候是更像 朋友之間的這樣互動吧 精神吧 就是不管是對於足球的精神或是經驗 是值得要學習的地方 眼前這位年輕小將 是即將代表中華出戰單打的高成瑞 也是莊志淵的愛圖 根據規定 各國代表隊世界排名最高的兩位 可以獲得奧運單打資格 本屆以林茹如世界第八最高 高成瑞排第32 高於莊志淵的第38名 這一次的單打 將交棒給徒弟高成瑞 莊志淵對愛圖很有信心 今天就是能跟自己的小朋友 然後一起到奧運 然後他又能參賽 我覺得對我來講 我是很開心的 可能如果說真的有什麼特別 我覺得第17次是 這個對我來講的意義是很不一樣 但是做夢都沒有想過 但是可能在這一年半時間 自己的成長 然後跟他排名越來越靠近的時候 就會有這些想法 那當然這個是蠻特別的 也是經驗吧 而另外一位單打好手 則是林茹如 林茹如經過多年大賽洗禮 心智跟技術越來越成熟 去年更拿下日本T聯賽MVP 本屆奧運除了參加單打 還會出賽混雙賽事 林茹如上屆跟鄭宜靜 在東奧拿下混雙銅牌 這一次跟陳思宇搭配 兩人一起拼佔獎牌 技術深刻應該也跟 宜靜講的也一樣吧 就還是拿牌的瞬間 還是就 就非常印象深刻吧 可能讓自己的技術更全面一點 然後也比較好應對 各種不一樣的發球吧 像是男生可能拉給我的球 我可能可以防 如果可以防得住的話 其實那他可以轉進攻的機會 可能會比較多一點 對 所以就是這方面 當然就是要保留 或是再提升更多一點 搭檔中正義鏡換成陳思宇 林茹如仍舊不該審話風格 面對鏡頭害羞 靦腆 但場上可救 微風發面 過去曾經擊敗過不少桌台名將 本屆奧運也是最忙碌的選手 將出賽男團 男單跟混雙 對林茹如來說 穩扎穩打 調整好狀態 才能拿下每一場 大家也都會互相研究 所以其實一直都是技術到 在隨時的做更新 然後也都是 每一場比賽輸了都會去總結 然後再去 然後鍛鍊這新的技術吧 本屆巴黎奧運 中華代表隊周球五個項目 男團有林茹如 高成瑞 莊志願出賽 男單則是有林茹如 高成瑞 女團則有鄭宜靜 陳思宇 簡童娟 女單則有鄭宜靜 簡童娟出馬 魂霜則是林茹如 陳思宇 無搭項目全出奇要拼桌球最高榮耀 我覺得自己從技術上跟心態上 我覺得整個人都變得更成熟的一點 然後在處理球上面 我覺得這些跟教練上面 都磨合得越來越好吧 世界上有很多打法的選手 就挑跟自己打法比較像的 然後去模仿這樣 第一次就努力打好每一場 打好每一場就好了 對 乒乓租籍 長桌決勝 滑毒這一戰 桌球將是用命 老將新秀一起衝 全力以赴拼五環柔光 TBN新聞 張家瑪 藍文明 高雄財報報導 奧運前線掌握最新賽況 惹血鏡頭五環戰場一把招 巴黎迎來第三次奧運 全球目光聚焦花多 7月24到8月11號 請鎖定TBBS 巴黎奧運特派團隊報導